全能神说 全能神说是拯救的工作 倒不如说是洁净的工作 实际上 这部也是征服的工作 也是第二部拯救的工作 人被人得找 是借着话语的审判刑法达到的 借着话语熬练 审判 揭示 把人心里所存的那些杂志 观念 存心 或者个人的盼望 都给显明出来了 今天在这磨牙后代的身上做工作 就是把落在最黑暗当中的人 拯救回来 这些人虽然遭咒诅了 但是神愿意从这些人身上 得着荣耀 因为起初这些人 都是心中无神的人 把心中无神的人 做到顺服神 爱神这个地步 才是真正的征服 这样的做工果效 最有价值 最有说服力 这才是得着荣耀了 这就是神末世 要得着的荣耀 虽然这些人地位低下 但今天能得着这么大的救恩 实在是神高台 这工作太有意义 是借着审判来得着这些人 并不是有意来惩罚这些人 而是来拯救这些人 如果末世还在以色列做征服的工作 这就没什么价值了 即使达到果效了 也没什么价值 没太大的意义 不能得着所有的荣耀 阿们 听完神的话 就想到我在磨牙后代失恋期间 的那一段经历 我给大家说说吧 好 记得那是1993年 全能神发表了 征服工作的内幕二 还有人的实质 与人的身份这两篇话语 神揭示中国神选民 都是磨牙的后代 当时我看到神的话说 磨牙的后代 是世界当中最低贱的人 有的人说 韩的后代不是最低贱的人吗 大红龙的子孙 与韩的后代代表意义不相同 韩的后代又是一回事 他们不管怎么被咒诅 仍属于挪亚的后代 磨牙不是从正根上来的 是从淫乱来的 这里面有区别 我拯救的是早已被我预定 曾经我救赎的人类 而你们本是魄力放在 人类当中的可怜的灵魂 要知道你们本不属大魏家 也不属于雅各家 而是属于磨牙家族中的 是外邦家族中的成员 因我位于你们立约 而只是在你们中间做工 说话带领你们 我的血并未为你们而流过 仅仅是为了我的见证 而做工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曾晓得吗 阿们 读完神的话 我感到特别诧异 我们是磨牙的后代 这是真的吗 磨牙可是罗德和他的女儿生的 是从淫乱来的 不是从正根来的 我们咋能是他的后代呢 以往信主时 常说我们是以色列的后裔 雅各家的后代 那神咋说我们是磨牙的后代呢 我实在接受不了 可又一想 神的话都是真理 神揭示的都是事实 是不会有错的 是 我咋都是磨牙的后代呢 咋就出生在中国呢 本以为自己 最先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 是神默示做工 第一批审判捷径的对象 是神在灾前 要组成的得胜者模型标本 那身份地位 肯定比各国的神显民都高 可没想到 现在却成了磨牙的后代 遭神咒诅了不说 还是从淫乱来的 身份地位 在整个人类中 那都是最低下最低贱的 就这样让外邦人知道 给咋看我呀 那家里不信的人 又会咋说呀 信身撇家舍业的 受苦花费 最后就得了个 磨牙后代的身份 真是太羞耻 太丢人了 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言啊 那个时候呀 我只要一想到 自己是磨牙的后代 是从淫乱来的 就感觉到羞耻 没脸见人 好多天呀 都不想出门 也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那里里外外那家务 都没心思打理 心里就一个劲儿 都在埋怨呢 我咋能是磨牙的后代呢 我的出身身份 咋就这么低贱呢 当时的我呀 就像一个 在富贵家庭长大的孩子 感觉自己出身高贵 特别自豪 可突然有一天 得知自己是被捡来的 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族 里面那种悲伤 无奈失落 交织在一起 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是 里面有很多的不满 还消极误解 认为自己是磨牙的后代 是遭咒诅的 神肯定不拯救了 就越想越觉得委屈 心里呀 就像压了一块 大石头一样的 别闷得喘不过气 只有一个人 躲进卫生间里 偷偷地流泪 当时大家都很痛苦 有的人一提磨牙后代 就抹眼泪 就像诗歌里描述的 磨牙的后代 在煎熬中哭泣 忧伤的脸上 挂满了泪地 无情的审判 将我打进地 不明白神心意 就会误解埋怨神 是 子妹 那后来你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就在我们痛苦煎熬的时候 全能神发表了 拯救磨牙后代的意义 这篇话语 是 就揭示了我们的情形 也把神的心意 告诉给我们了 是 我看到神的话说 刚开始给你们子民的地位 你们都蹦起来了 比谁都蹦得欢 一说是磨牙的后代 怎么样 都倒了吧 你们的身量在哪 你们的地位观念太重 你们受了什么苦 竟这样的委屈 你们认为 神把你们折腾到一个地步 神就高兴了 好像神是来 有意定你们罪的 给你们定罪 再把你们灭了 他的工作就结束了 我那么说了吗 这不就是因为你们的瞎眼吗 是你们自己不争气 还是我有意定你们的罪 我什么时候也没那么做 那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 我根本没那么做工作 我也没那个意思 要真想灭你们 我还用受这么大的苦吗 若真想灭你们 还用苦口婆心的 跟你们这么说话吗 我的心意是 什么时候把你们这些人 拯救出来 我什么时候安息 越是低贱的人 越是我拯救的对象 你们越能积极进入 我越高兴 你们越趴下 我越难受 你们总想大摇大摆的灯宝座 告诉你们 这不是拯救你们脱离污秽的路 灯宝座的幻想 不能把你们成全 这不现实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心里特别受责备 想到之前 神把我们转为国度子民 神还说 要把我们做成得胜者 模型标本 我就狂起来了 就不知道自己半斤罢两 就认为 我最先接受了神的审判刑罚 属于第一批被神成全的人 那身份地位 肯定比各国的审选民都高 就洋洋自得 欣赏自己 当神揭示 我们是摩押的后代 我看见自己的出身低贱 身份低下 并且是被神咒诅的 就认为 神肯定不拯救我了 就消极地爬不起来 看见我自己的地位心啊 实在太重 身量太小 其实 神虽然揭示我们是 磨牙的后代 但神并没有说 不拯救我们 是 神仍然道成肉身 降生在大红龙的国家 发表真理 刑罚审判 交官供应我们 使我们这些 最误会最败坏的人 有机会蒙神拯救 这里面 饱含着神 多少良苦用心啊 是 我却不明白神的心意 认为自己是 磨牙的后代 这么误会 这么低贱 神最恨我 最厌憎 肯定不能蒙拯救了 就误解埋怨 与神消极对抗 真是不可理喻啊 紧接着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不说你们是 磨牙的后代 就你们的本性 你们的出生地点 就是最高级的了吗 不说你们是 磨牙的后代 你们不也是 地地道道的 磨牙的子孙吗 事实的真相 还能改变吗 今天揭露你们的本性 是委屈事实的真相了吗 看看你们的奴隶性 看看你们的生活 看看你们的人格 你们不知道 你们是最低贱的 下等人类吗 还有什么可夸的 看看你们所处的 社会地位 你们不是社会中 最下层的人吗 你们以为 是我说错了吗 亚伯拉罕现伊萨 你们献过什么 约伯现所有 你们献过什么 多少人为寻求真道 而献身 抛头颅 撒热血 你们付过这代价吗 你们与这些人相比 根本就没资格 享受这么大的恩典 今天说你们是 磨牙的后代 就委屈你们了 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你没有什么可夸的 这么大的救恩 这么大的恩典 白白地赐给你们 你们什么都没献上 而是白白享受恩典 你们就不觉得惭愧吗 阿们 神的问话 一句句敲打在我的心上 真是蒙羞惭愧啊 是 想想历代的圣徒 他们对神 有忠心 有顺服 临到大的试炼 也不埋怨神 为神占助了见证 蒙神称息祝福 就像亚伯拉罕 顺从神的吩咐 把他最心爱的儿子 伊萨献上给神 是 他不跟神讲 任何的条件 理由 而是绝对的顺服 是 还有约伯 临到那么大的试炼 失去了万贯家产 和满堂儿女 自己也浑身长毒疮 他还能赞美神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成颂的 阿们 而我呢 我生在大红龙的国家 从小就接受无神论 进化论 唯物论的教育 从来就不知道有神 更不知道 怎么敬拜神 信神也是为了 得到神的恩典祝福 为了以后能进天国 有个好的归宿 临到试炼 没有地位 得不到福分 就误解埋怨 跟神消极对抗 我对神 根本没有真实的顺服 没有把神当神代 信神这些年 我白白享受神话语的功应 享受神一步步 做工的带领 不但没尽好本分 环保神爱 还给神的 都是误解埋怨 被你抵挡 我这哪是信神的人呢 就这样 我还把自己当成 是神眼中的同仁 是神看重的对象 身份地位 高于各国的神选民 最有资格得到神的赏赐 祝福 我真是狂妄地 不知道天高地厚 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是 如果神不把我 误会低贱的身世 揭示出来 我还会认为 我是雅各十二支派的 是伊斯利的后裔 大魏的后代 真是不知羞耻 现在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了 也能低调一些 不再像以往那么张狂了 在神面前 也有点理智了 感谢神 这是神对我的拯救呀 阿们 感谢神 我不该对神 曾有什么奢侈的要求 就是到最终真的没有结局归宿 我也要顺服神的摆布 赞美神的公义 阿们 感谢神 神这要做工 对我们呀 的确是拯救 的确是 子妹 你这样经历过来 你有哪些说话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 全能神的话 就对神在 抹牙后代的身上 做工的意义啊 明白了一些 我看到神的话 是这样说的 我来读吧 今天在这摩牙后代的身上 做工作 就是把落在最黑暗当中的人 拯救回来 这些人虽然遭咒诅了 但是神愿意从这些人身上 得着荣耀 因为起初这些人 都是心中无神的人 把心中无神的人 做到顺服神 爱神这个地步 才是真正的征服 这样的做工果效 最有价值 最有说服力 这才是得着荣耀了 这就是神默示 要得着的荣耀 阿们 虽然这些人地位低下 但今天能得到这么大的救恩 实在是神高抬 这工作太有意义 是借着审判来得着这些人 并不是有意来惩罚这些人 而是来拯救这些人 谢谢神 如果默示还在以色列 做征服的工作 这就没什么价值了 即使达到果效了 也没什么价值 没太大的意义 不能得着所有的荣耀 阿们 今天在你们这磨牙的 后代身上做工 并不是有意侮辱你们 乃是为了显明 做工的意义 是对你们极大的高抬 如果是有理智的人 有看见的人 他会说 我是磨牙的后代 今天能得着神 这么大的高抬 这么大的祝福 我真是不配 就我所做的 所说的 就我这个人的身份 身价 我根本就不配 得神这么大的祝福 以色列人多爱神 他们享受神的恩典 那是神赐给他们的 但他们的身份 比我们高多了 亚伯拉罕对耶和华 多么忠心 彼得对耶稣 多么忠心 他们的忠心 大过我们忠心的百倍 按我们所行的 根本不配享受神的恩典 阿们 阿们 还有一段 我来读读吧 好 磨牙的后代是经咒诅的 而且又生在这落后的国家里 无疑 磨牙后代是黑暗权势下地位最低的一类人 因着这些人 以前的地位最低下 所以说 坐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 是最打破人观念的工作 也是对整个六千年的经营计划 最有益处的工作 把工作 做在这些人身上 最能打破人的观念 以这个开展时代 以这个打破一切人的观念 以这个来结束整个恩典时代的工作 起初做工作是在犹太 是在以色列范围以内做 根本没在外邦之中 做开展时代的工作 最后一步工作 不仅是坐在外邦人身上 更是坐在被咒诅过的人身上 就这一条 是最能羞辱撒旦的证据 是 从而 神变成了全语之下 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成了万物的主 是所有有生机之物 敬拜的对象 阿们 阿们 谢谢神 谢谢神 以往在我的观念中认为 神拯救的对象 应该是神预定的 是神的选民 中国人是摩押的后代 身份地位最低下 是最不承认神 最抵挡神的人 是被神驻祖弃绝的对象 神肯定不拯救了 可神却没有这样做 神没有因着我们身份低贱 嫌弃我们 也没有因着我们误会败坏 放弃对我们的拯救 是 而是亲自道成肉身 忍受这天大的屈辱痛苦 来在我们这般磨牙的后代身上做工 一次次地用话语审判刑刑罚 失恋敖脸 都是为了捷径拯救我们 看到神的爱太伟大了 是 就像主耶稣与罪人一同作息一样 我们越是污秽低贱 越看到神的爱 神的拯救太大了 是 最终神要将我们这些败坏最深 最误会最低贱的人 从撒旦的黑暗权势下 彻底拯救出来 感谢神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就最能羞辱撒旦了 是 这都是神在磨牙后代身上做工的意义 阿们 感谢神 另外啊 神默示在磨牙后代身上做工 也打破了我们所有人的观念 让我们看到 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 神不看我们出身如何 不看我们是哪个帮族 不管是以色列人 还是磨牙的后代 不管是蒙神祝福的 还是遭神咒诅的 只要是受造之物 只要追求真理 顺服神的做工 都是神拯救的对象 阿们 神对每一个受造之物 都是公平公义的 神给每一个人 都有蒙拯救的机会 阿们 越揣摩神的话 我越感到 神在磨牙后代身上做工的意义 太大了 神对败坏人类的爱与拯救 太真实了 是 只可惜 我自己素质太差 对神的做工认识 太有限 只能谈一点自己的感受认识 不能把神见证好 实在是 亏欠神太多 是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经历磨牙后代的试炼 当时是受了些苦 但是却让我认识了 自己的身份身价 对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对神的公义性情 有了些认识 不再那么张狂地 洋洋自得了 就觉得自己 这么低贱 这么败坏 就不配神 这样的爱与拯救 就不敢再对神 有啥奢侈要求了 不管神 咋样对待 咋样摆布安排 又愿意接受顺服 就想 老老实实地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追求生命心情变化 就是磨牙后代 也要追求真理 为神做见证 麻烦 感谢神 我能有这一点转变 这真是神的爱呀 是 感谢神 我们真是太有福了 是 感谢神 咱们再来读一段神话吧 好 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民 我们是被弃绝的 磨牙的后代 我们也不是彼得 也不够那个素质 也不是约伯 就保罗为神受苦 花费的心智 我们都够不上 我们太落后 所以说 我们不够那个资格 来享受神的祝福 但是 今天既然神高抬了我们 我们就得满足神 虽然我们不够那个素质 那个条件 但是 我们愿意满足神 我们有这个心智 我们是磨牙的后代 是遭驻足的 这是命定好的 这没法改变 但我们的活出 我们的认识 可以改变 我们有心智 满足神 你有这样的心智 就能证明 你已有了 被征服的见证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